魏延在正史上是刘备的布曲出身 所谓的布曲就是刘备亲信的私兵 大概是在2011年到211年之间 刘备驻扎荆州期间 魏延跟随了刘备 之后 魏延随刘备陆川作战 因为是游泳善战屡立战功 刘备发现了魏延是个人才 魏延参与了益州之战和汉中之战 在汉中之战结束后 刘备破格提拔魏延为汉中太守兼镇远将军 在三国演义中 魏延却被虚构为杀害救主长沙太守寒玄而投靠刘备的人 还被诸葛亮认为是脑后有反骨的人 罗冠中在三国演义中完全黑化了魏延的形象 在正史中 魏延一直就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将领 从来也没有背叛过蜀军的行为 蒋违在正史上原本是曹魏的天水军参军 因为诸葛亮北伐导致整个龙幼武军一片混乱 当时蒋违跟随天水太守马尊一起观察各县 一听到蜀军前来 马尊直接独自逃走 参军蒋违与公曹梁旭 主伯一赏 主祭梁前一起被拒之城外 只得投靠了北伐的诸葛亮 蒋违真正是从敌军阵营中叛变过来的 并且离开了相依为命的母亲 这在当时算不孝了 在当时的大孝子徐树比起来 蒋违显然是不孝的 虽然他的叛变情有可能 但是从敌人阵营中投降过来的 当时并不算丢人 蒋违是因为自身的才能 被诸葛亮破格提拔的 蒋违投降诸葛亮后不久 就被封了一个主管仓库古物的小官 同时上了一个凤义将军的杂号将军官职 并且封为当阳庭侯 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失败的情况下 还能加封蒋违 这也算是蒋违投降带来的功绩 以出身来看魏延根正苗红 是蜀汉创始人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 而蒋违则是来自敌人阵营的强将 受到诸葛亮的重用 蒋违虽然很有才能 一个蒋违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但蒋违显然是个例外 刘备在世时期 对魏延的提拔和重视是非同一般的 一下子把魏延从衙门将军 提拔为汉中太守与镇远将军 蜀汉的第一个衙门将军是赵云 第二个就是魏延 可见刘备对魏延的信任 刘备称帝后魏延被提拔为 镇北将军兼汉中太守 镇北将军已经是四镇将军之一 这是重要将军名号 主要职责就是征伐与镇守 一般设四个仅次于四方将军 如果说关羽张飞马超黄中 算是蜀汉第一阶层的将军 那魏延就算是第二阶层的守卫将军 从公元219年镇守汉中 到刘备去世 到诸葛亮北伐期间 魏延在诸葛亮的时代 也是不断得到升迁 总有人说 诸葛亮排斥魏延 那只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 在诸葛亮执政期间 魏延一直得到升迁 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执政 当年魏延就被封侯 诸葛亮北伐的前一年 开始在汉中进行北伐准备 魏延则被封为丞相司马 并摇领梁州刺史 当时诸葛亮是丞相开府之士 而魏延是丞相司马 相当于是诸葛亮丞相府中 负责军事的司马 两州刺史虽然是一个虚职 显然是激励魏延作战的 如果攻下梁州了 魏延就名副其实了 这是一种激励手段 公元230年 魏延因公被提拔为前军师 征锡大将军 而且授予贾捷的权利 并加封爵位为南政侯 从这个官职来看 魏延他既是丞相府中 高级军事参谋 也是蜀汉政权的高级将领 算起来是军中 除了诸葛亮之外 官职最高的实权将领了 直到二三四年 魏延被杀去时 都是这个官职 蒋维效忠蜀汉的时间 比魏延晚了差不多二十年 他是在诸葛亮二二八年 第一次北伐时 投靠诸葛亮的 之后被任命为 苍曹元坚凤义将军 进风当阳停后 起初这个职务 应该是属于安置性质的职务 但是不久 诸葛亮发现了蒋维的才能 封蒋维为中坚军征锡将军 并且统领五六千的虎步军 蒋维以降将身份 能在蜀汉统领军队 除了他的才能之外 还有诸葛亮对他的信任 这种信任来源于 诸葛亮的识人用人 诸葛亮曾经向蒋婉写信 夸蒋维的军事才能 蒋维与魏延都参与了 诸葛亮六年五次的北伐战争 诸葛亮去世后 蒋维被朝廷任命为 右肩军府汉将军 进封平香侯 府汉将军虽然是杂号将军 但是有一个辅助汉朝的寓意 也许这个任命是 诸葛亮临终前的安排 但是从此之后 蒋维的升迁与诸葛亮关系不大 则与流传关系比较大 但从蒋维后来 不断北伐的行为来看 蒋维北伐的意志 甚至不亚于诸葛亮 诸葛亮有五次北伐 蒋维前后有十一次北伐 而且意志坚定 这种北伐思想根源 一定来自诸葛亮 这说明蒋维深受诸葛亮影响 而且诸葛亮有意栽培蒋维 成为蜀汉政权的军事人才 并非接班人 事实上 诸葛亮没有看错人 蒋维凭借自己的才能步步高升 公元243年 蒋维升迁为镇西大将军岭 梁州次时 这正是公元230年 魏延担任的职务 完全是一样的 这说明蒋维在公元243年的时候 地位达到了魏延 在公元230年的地位 但蒋维的升迁 仍然没有停止 还在继续 而魏延则在一场蜀汉的内斗中 失去了生命 247年 蒋维升迁为魏将军 并入尚书室 参与政治 256年 蒋维升迁为大将军 成为蜀汉政权最高军事官职 达到了武将的定峰 从蒋维这个官职来看 他成了蜀汉政权的三军总司令 最高军事领导人 并且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相比之下魏延最终的官职 只是蜀汉政权的高级军事将领 而蒋维最终官职 则是蜀汉最高军职 三军总司令 但是魏延如果不死 也许还会得到升迁 最终可能成为标旗将军 或者军旗将军 但是魏延想成为大将军 绝无可能 孙权曾经对魏延 与杨仪有一个评价 杨仪和魏延是地位低贱的小人 他们虽然有献媚讨好 而得到的职务之便 然而既然是已经担任重任 势力就不能不加以控制 如果有一天诸葛亮不在了 他们一定会成为霍乱的根源 孙权一语成杰 果然说中了魏延与杨仪的结果 诸葛亮北伐在武藏元去世后 把兵权交给杨仪 让他率领大军撤退 魏延不肯服从命令 反而率军烧毁杨仪大军 将要进行的战道 后来又率军攻击杨仪 结果魏延手下的士兵 被王平和散 魏延逃走 杨仪派马带斩杀了魏延 并诛杀了魏延三族 魏延的性格非常不好 跟关羽一样 有点适才傲物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跟关羽一样 有点适才傲物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说 魏延就是翻版的关羽 仗着自己有才能看不起他人 关羽看不起马超 黄中 魏延看不起杨仪 刘弹 魏延经常与杨仪争吵 还把剑拔出来 在杨仪脸上比划 杨仪一个文官 哪里是魏延的对手 经常被魏延欺负 但诸葛亮就是护着魏延 不处罚他 魏延与军齐将军刘弹争吵 诸葛亮让刘弹向魏延道歉 这明显就是诸葛亮互断的行为 只因为魏延有才能 所以诸葛亮忍受了魏延所有的缺点 而蒋维不同 蒋维完全是一副三好学生的形象 几乎没有负面形象 三国志蒋维传中 有一段借用蜀汉名臣 欲证评价蒋维的话 蒋维处于大将军的官职 位于群臣之上 但他的住所简陋 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 没有窃室游乐 服饰车马紧紧够用 饮食节约 不奢华 不铺张浪费 官府给的费用 随时用尽不留 像蒋维这样好学不倦 清廉素朴 勤俭节约的人 应当是一时的表率 这不就是翻版的诸葛亮吗 两人都是清正廉洁 两袖清风 一生畏国 而上文提到 魏延是翻版的官宇 现在蒋维是翻版的诸葛亮 一个军事才能突出 一个魏国鞠躬尽瘁 你说两人的区别在哪里 从魏延的一生来看 他打过几次胜仗 史书有记载的 就是杨夕之战和鲁城之战 杨夕之战魏延 打败了曹魏后将军 费瑶 与雍州刺史郭怀的大军 鲁城之战 魏延追随诸葛亮与高祥 吴班一起打败了司马懿的主力 斩首贾氏三千 除此之外 魏延就是镇守汉中 有攻打九年 从蒋维的一生来看 他打过不少胜仗 同时也有不少败仗 总体来说 胜仗多于败仗 比如蒋维十一次北伐 大胜两次 小胜三次 不分胜负四次 大败一次 小败一次 蒋维最大的胜利 就是355年的赵熙之战 此战蒋维大破 魏国雍州刺史王晶 导致王晶死伤数万将士 七次是254年的龙溪之战 蒋维斩杀魏将徐志 逼降敌道长李简 并攻破河间 河关林兆等地 收起百姓迁于属地 但两人的胜利 有着本质的区别 魏延的胜利 是在刘备或者诸葛亮领导之下的 蒋维的胜利 则是自己独自率军完成的 论军事能力 魏延与蒋维不相上下 论综合能力 蒋维远远超魏延 因为魏延毕竟只是个将 而蒋维则是个帅 相对来说 作为一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蒋维 能力与地位是强于魏延的 魏延的特长在于勇猛善战 蒋维的特长在于领导才能 另外魏延的子无骨奇谋 是不可能成功的 魏延想的太过于简单 只会把蜀汉脱落于征战的泥潭 这不是奇谋 而是鲁莽 蒋维虽然没有特别出色的谋略 但他成为蜀汉后期 唯一的底量柱 这本身就说明了蒋维的才能 陈寿在三国志中 是这样评价魏延的 魏延善于训练士兵 又勇猛过人 性情娇甚高傲 当时的人都躲避他 魏延是一个不容易接济和相处的人 与周围的人关系很差 没有人愿意与魏延来往 最有力的证明是 当魏延与杨仪分别上书 蜀汉朝廷告对方谋反时 朝中的蒋婉 董云等人都认为谋反的是魏延 并担任杨仪不会谋反 这就是魏延人员差的证明 而蒋维除了北伐被人反对之外 其为人是受人尊敬的 但北伐是蜀汉的国策 即使蒋维不北伐 后主刘禅也会要求蒋维北伐的 当初蒋婉没北伐时 刘禅就下命令让蒋婉北伐 刘禅是蜀汉北伐最坚定的支持者 没有刘禅的命令和支持 蒋维一次北伐也不可能有 所以这是政治问题 不是蒋维的为人问题 从后人的评价来看 蒋维的评价和影响力 远高于魏延 另外蒋维是帅 魏延是将 蒋维可以独自率军作战 带领一个政权的所有军队 而魏延由于性格原因 必须要有刘备或者诸葛亮 这样的领导镇住他 没人镇住魏延的话 魏延就会闯祸 会走极端 魏延的结局证明了这种说法 所以蒋维与魏延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蒋维远超魏延 诸葛亮在临死前 幸亏没有把兵权给魏延 如果给了魏延 蜀汉灭亡的更快 魏延在诸葛亮去世后 都不愿意撤退 还想继续北伐 诸葛亮北伐都不成成功 魏延北伐怎么会成功呢 而且魏延为人高傲 与人合不来 这样的人担任军事统帅 能正确领导军队吗 统帅与将领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魏延能当个好将领 那是因为诸葛亮的屁股 没有了诸葛亮 任性的魏延就像没长大的孩子一样 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任性的事来 就拿诸葛亮去世后 魏延烧毁自己人撤退的战道 和攻击自己人的行为来说 这就是很任性的行为 这样的人能领导军队吗 我的结论是不能 如果魏延在诸葛亮去世后 有了兵权 那将是蜀汉的灭顶之灾 蜀汉根本不可能存在到263年